在上一小节我们创建了自己的绘制矩形的函数 但其实对于矩形这个图形的绘制来说 无论是在绘图上还是动画上或者是在游戏的制作上 那么这个图形都太常用了 所以converse本身也提供给了我们很多API 可以让我们直接进行矩形的绘制 首先我要介绍的函数就是rect函数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在我们要绘制一个矩形的时候 在规划矩形的路径的时候 需要对矩形的四个顶点进行一次便利 而rect函数直接传入了四个参数 分别是左上角的坐标x和y 以及矩形的宽和高 就自动的帮我们完成了这一次矩形的路径的便利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这个函数是我们在上一小节所编写的绘制矩形的代码 下面我们把这四句话便利矩形的四个顶点 直接用rect函数所取代 调用cxd.rect xy width和height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和之前是一致的 rect函数给了我们一个更简洁的方法来规划一个矩形的路径 事实上还有更加方便的两个方法来帮我们直接绘制出矩形 这两个方法就是fill rect和stoke rect 这两个方法所传入的参数和rect是一致的 四个参数分别是矩形左上角的xy坐标 以及矩形的宽和高 但是fill rect将直接使用当前的fill style 绘制出一个填充的矩形 而stoke rect则直接使用当前的stoke style 绘制出一个矩形的边框 它们和rect的区别是rect是规划出矩形的路径 而fill rect和stoke rect不但规划出了路径 而且直接将这个矩形绘制了出来 为了实践这两个函数的用法 那么我在这个程序里新编了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draw rect 2 那么这个函数的功能和之前的draw rect一样 也是画一个带有边框的填充的矩形 但是在具体的实现上有一些区别 首先draw rect 2传入的参数和之前都一样 在这里头三行状态的定义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不需要规划路径了 直接首先使用fill rect来绘制出fill color的填充的矩形 之后再使用stoke rect来绘制出一个边框的宽度是border width 同时边框的颜色是border color的这样一个带有边框的矩形 下面为了实验这个draw rect 2这个函数 我们在unload的函数里再调用一次draw rect 2 那么在这里头调用的时候 我在300 300的位置绘制了一个仍然是400 400这样的一个正方形 边框的宽度仍然是10 颜色是一种蓝色 同时它的填充色是绿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在100 100的位置绘制了一个400 400的正方形红色 之后又在300 300的位置绘制了一个400 400的正方形绿色 其中这个红色的正方形是用draw rect绘制的 绿色的正方形是用draw rect 2绘制的 那么对于这个绘制结果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fill rect和stoke rect的用法 对这两个函数的灵活运用 可以简化我们的矩形的绘制过程 其次呢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在这里头这个绿色的正方形对红色的正方形产生了一个遮挡 那么这也是converse画布的一项功能 也就是说后绘制的图形和前面绘制的图形 如果在绘制区域上发生了重叠的话 那么后面绘制的图形会遮挡住前面绘制的图形 当然这里头的遮挡是发生在后面绘制的图形所使用的颜色是一个充实的填充色的基础上 同时此时图形的重叠的合成模式是默认的 对于合成模式我们在后续会再做详细的介绍 这里对于feel style和stroke style这两个属性的复制还要再简单的说一下 现在我们学到的feel style和stroke style主要是指的是颜色 那么在颜色的复制方面 只要css的代码可以认同的颜色 那么都可以以字符串的形式传给这两个属性值 具体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罗列 首先大家可以用一个警号加上16进制码的方式来表示颜色 可以写6个16进制码 也可以写它的简写形式 那么警号642实际上就代表的是警号664422 第二种写法呢 就是可以使用RGB的方式指定出RGB的值 也可以使用RGBA的方式 添加一个α值相当于指定了一个不透明度 同理可以使用HSL的方式来指定这个颜色 也可以使用HSLA的方式 加一个α值来指定这个颜色的不透明度 最后可以使用浏览器刃的一个特定颜色的名称来给这个颜色复制 由于我们之前提及了图形之间的覆盖 那么现在我们实验一下 如果使用一个半透明的颜色会怎么样 我们在画第二个正方形的时候 把这个填充色 Green的绿色值改写成RGBA 那么在这里我的复制呢 还是一个绿色 大家可以看到02560是一个绿色 但是呢 加入了一个不透明色α是0.5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这个绿色是一个半透明的绿色 虽然它是后绘制出来的 但是在遮挡关系上可以看到后面的红色 但是大家也应该注意到 这个边框的蓝色仍然是一个实际的颜色 所以在这个边框上仍然是覆盖的 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Canvas的遮挡关系 是非常好理解的 这一小节我们对Canvas绘制矩形的几个接口进行了介绍 同时呢 对Canvas的颜色系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于创建自己的图形库 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了 大家加油